哈喽大家好我是拉风牛 这期我们拿智慧女神和属车来对比一下 让我们看看同事起步类型 但是发布时间却相隔一年的A车差距有多大 然后顺便说说智慧女神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那么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起步没多久呢 这个智慧女神就瞬间拉开与属车的差距 那能拉开这个差距呢 除了建立在智慧女神的强大 那氮气动力和速度加成之外 还有这个0.13秒的小喷时长加成啊 那有加成后的智慧女神小喷时长是0.83秒 那有了这个时长整整呢 是比属车的0.69秒多了1.4秒左右 那么起步到现在呢 我们一共有三次延续左右 那么这波延续下来呢 智慧女神就差不多比属车多了0.4秒多的这个氮气延续 别小看这个延续哈 也可以拉开几个车身位的距离了 那说明这个智慧女神呢 她的优势不是在那种像西部矿山平均没有延续的图 而是像那个园与岛有延续的 而且延续很长的短图啊 所以说这个智慧女神她大概的定位呢 不是来抢麦凯倫的王族的 而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图啊 好的那最后差距也是挺大的 差了有1秒左右 不明这个智慧女神技识方面还是挺不闹的哈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